娱乐圈有不少单亲妈妈 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吴启丽 编住年轻时与成龙的那段情 半生都没走出来 如今反而与女儿小龙女成木鲁 而同样是单亲妈妈的杨思琪 现在反而越活越理智了 在一定程度上吴启丽跟杨思琪 两人的前半生想极了 一个是亚界冠军 一个是港界冠军 出到时就备受瞩目 心图大好 未来可期 若说有点不同的 可能是吴启丽 是富家女 而杨思琪是香港乌村 走出来的港姐 参选之初 因著学历不高 气质也不是特别出挑 杨思琪不是特别被看好 但就是这么一个不亲眼的女孩 后来拿了2001年的港姐冠军 并同时夺得最上静小姐 网上最多母小姐等共六个奖项 成为港姐玄梅时尚获奖最多的冠军 拿了港姐冠军 杨思琪顺利地签约了TVB 还颇受TVB重视 当时TVB一手为他打造了单身玉女形象 次年杨思琪冒住被TVB血藏的风险 公开了与四五线艺人李永豪的恋情 06年杨思琪平级随时后命 拿下了万千金灰帮奖典礼最佳女配角奖 一月成为TVB一线花旦 从乌村港姐到一线花旦 杨思琪也就花了六年时间 有一段稳定的恋情 有一份光鲜的工作 即便是身处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也没有什么花边 那是爱情事业双得意的杨思琪 可谓理智的典范 若是一直这样顺遂 杨思琪就不会成为今日他人眼中 独自抚养女儿的最惨花旦了 2011年杨思琪突然被曝未婚怀孕 但孩子却不是他男友李永豪的 当时李永豪哭住对媒体 说我爱了他九年 为什么孩子不是我的 两人分手之后 李永豪的父亲李嘉顶出来为民不平 公开对杨思琪的母亲贤贫爱妇 因为杨思琪的劈腿 对象是当时的港称名流武帅 而杨思琪的闺蜜却另有一番说辞 但是杨思琪劈腿并不是贤贫爱妇 而是想结婚生子了 而李永豪却迟迟不娶杨思琪 又加之与李永豪生活毫无激情 无奈之下只能挥泪斩情思 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只后杨思琪的形象跌至谷底 更是因此被提为必血藏 后来受不了港媒的风言风语 杨思琪甚至弃事业于不顾 必走国外安胎生子 2012年杨思琪生下一女 她在国外日日盼着吴帅来娶她 但等来的却是无虑 在内地已有未婚妻的消息 而且她还被曝出是个未富豪 深感被骗的杨思琪 哭住把吴帅赶走了 而吴帅走了就真的没有再找她 做不成土豪太太杨思琪被迫走上单亲路 真是可惜 她因为爱情被TVB血藏 又被爱情抛弃 但她很坚强 为了有能力养大女儿杨思琪顶住马世界的嘲笑 重新回到了TVB 但这时的她早已不受TVB重视 从一线花旦沦落到了三四线演员 2014年无限高层认为杨思琪人气下滑 在许约的时候要捡她薪水 这对于本剧工作不多的杨思琪 无疑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杨思琪只得离开TVB 另谋胜路 离开TVB的杨思琪靠住早年间的那点名气 在内地四处走学 只要有了转什么工作都肯接 2015年杨思琪被拍到在深圳某一酒吧登台唱歌 唱得兴趣时更化身啤酒类 凝固一瓶啤酒推销招揽客人 这场面震惊了不少网友 引起了不少人唏嘘 在奢卦群众的脑部中 未婚生女又被抛弃 如今酒吧卖啤酒的杨思琪 真是惨得不能再惨的了 但杨思琪自己可以点 都不觉得自己可怜 曾有人问杨思琪可曾后悔自酿苦苦 她毫不忧郁摇头 不会 你太自怜 日子也要过 我会跟自己说 我要坚强 而坚强的人 则会笑对人生 这几年靠住四处走学 杨思琪不仅又买楼做投资 还把女儿送进了香港著名 女校得望学校上学 跟刘德华女儿刘向慧成了同学 巴基听过不少人 说杨思琪一手好拍打得稀烂的 却她的前半生和吴启力一样 中间走错了路 但杨思琪能及时止损 而不是像吴启力一样搭进去 大半辈子 一辈子都没绕过那个坎 娱乐圈